与其陷入绝望,不如培养希望 一个没有梦想的人,永远不会失望 笑声是心灵的阳光 与其追求成功,不如追求有意义的生活 快乐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 而是因为他们欲望更少 真正的财富在于满足 希望是人类心灵最伟大的力量 生活应该是简单而有意义的 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内心的瓶颈 自然是最伟大的老师 活在当下,珍惜每一刻 真正的智慧来自于经验 与其追求物质的成就 不如培养内在的成长 真正的幸福在于知足 勇敢地追随内心的声音 面对困难时保持乐观的态度 生活的真正意义在于奉献和服务他人 珍惜大自然的美丽和他的恩赐 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坚定 珍惜友谊和人际关系 追求真理而不是追求权利 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尊重他人的观点和信仰 善待动物和大自然 培养内心的平静和宁静 珍惜时间 不要浪费它 勇敢地面对挑战和逆境 生活是一次旅程 而不是一次目的地 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 接纳自己的独特性和不完美 拥抱孤独与自己为伴 珍惜每一个机会去学习和成长 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 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培养对艺术和文学的欣赏和热爱 珍惜家人和亲密关系 寻找内心的宁静和平衡 爱与悲哀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与其活在别人的期望中 不如活出自己的梦想 探索未知 勇往直前 善待自己 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 珍惜生活中的小事和细节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品质 面对失败时 保持坚韧和毅力 感恩并接受生活的挑战 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好奇心 坚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 拥抱变化 适应环境的改变 珍惜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 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性和特点 珍惜每一个新的开始和机会 培养对知识和智慧的渴望 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恐惧和不安 用心倾听他人的故事和经历 培养对美的敏感和欣赏 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激情 在逆境中寻找力量和坚韧 珍惜每一个有益的契机 给予他人爱和关怀 在自然中寻找灵感和平静 尊重大自然的生态平衡 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拥抱季节的变化和自然的律动 珍惜每一个亲密的时刻和拥抱 与他人分享快乐和悲伤 保持对人类尊严和正义的追求 拥有宽容和善意的心态 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次冒险 培养对和平和和谐的渴望 保持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追寻 接纳自己的过去和错误 在孤独中找到内心的力量 尊重他人的自由和独立 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 珍惜每一个独特的人生旅程 用心感受每一个自然的奇迹 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和希望 培养对美好事物的赞赏和感激 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智慧和知识 珍惜每一个心灵的相遇和连接 领悟生活的真谛和本质 保护和维护自然环境的健康 在平凡中发现自己的特殊 培养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 珍惜自己的独立和自主性 用心感受每一个季节的变迁 与他人分享生活的喜悦和忧伤 培养对人类智慧和成就的敬畏 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热情 珍惜每一个宝贵的人生体验 在孤独中寻找内心的安宁 坚信爱和善良的力量 探索自己的激情和目标 珍惜每一个爱的祝福和祈愿 保持对人类团结和合作的信念 拥抱自己的独特性和个性 珍惜每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在自然中找到心灵的宁静 培养对生活的深度思考和反思 活出真实的自己 追求内心的自由和满足 活着并不仅仅是存在 而是要有意义的生活 我宁愿在大自然中度过一天 胜过在城市中度过一年 生活是一段旅程 而不是一次目的地 勇敢地追随内心的声音 即使它与大众相悖 真正的富有来自于内心的满足 而不是物质的积累 大自然是我们最伟大的老师 我们应该虚心向它学习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建筑师 与其为了生活而努力 不如为了生活的价值而奋斗 把握当下 珍惜每一刻的存在 在大自然中寻找平静和内心的安宁 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恐惧和不安 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内心的解放 珍惜友谊和人际关系 它们是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 生活的真谛在于奉献和服务他人 对于大自然的美丽和奇迹 我们应该抱有敬畏之心 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活的长久 而在于活的有意义 珍惜时间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资源 坚韧不拔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与其追求权力和地位 不如追求内心的和谐和平静 在生活的旅程中保持对奇迹的感叹和惊喜